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 丽红的病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 直到去年六月 丽红全身瘫痪 不能说话和自由呼吸 靠呼吸机和输液维持生命 当局害怕他死于监狱 为了推脱责任 才把丽红送出监狱 因为才华横溢政治感应的作家为什么再也发不出了声音 丽红先生本人的遭遇就说明了他对中共暴政的批判是多么准确 那些迫害丽红先生的人既长暴又愚蠢 实将将证明他们对历史潮流的阻挡 生命的后电袭灭了 是谁掐灭了 是谁害死了 狮子黑手 是专制者 是操控于他们手中有形和无形的专制坦克 正是黏死了无数无辜的中国人 他的履带在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中 留下了残暴和血腥的痕迹 从天安门广场 研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遥抗的中国大帝 十几亿中国人都是专制坦克的受害者 包括为坚持和维护自己信念 而造成残酷镇压和约纱纱的法轮功修炼者 超庞大的群体 历红 你的精神不死 你的道德感召力依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上讲 历红先生没有走 他实际上是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段历程 燃烧 照亮他所珍惜的事业 使得那种政治迫害 所要扼杀的事业 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发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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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